来自意大利的这位 型男主厨Faderico 以超级的意大利和法国厨艺文明 在美食界经营了20年的他 曾到不同的国家工作 也曾获得多次国际型比赛的肯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看到他的表情是很怕很紧张 完全没有笑容了 我还跑来在那边 黑鸡黑鸡一样 就是没有很紧张的心情 其实我很紧张 是没有放在脸上 我还是用平常心放松自己 我看到他做了 可是我觉得 我看到他做了 还不用紧 因为我是用20到30分钟的时间 才能做我的鸡热米食 我不了解法国餐 而且这些酱料 我也是不知道是 要怎样调才好 因为这些酱料 我之前做的都没有参透过 这些材料 我先做一个部分 我先做一个部分先 三个方式我怕一定花到1个小时了 我已经死了死了死了 不够时间了 在西方人做法没有去炸 它是用来煎 它的所有的汁在外面 皮跟它封锁 然后慢慢去焖 不够时间 因为我 我觉得做提拉米苏最少要1个小时 因为你还要煮咖啡 还要煮 弄鸡 还要弄鸡 还要用 还要挤那个鸡 给它3次 所以我赛我讲不够时间 我直接做一个 我去叫我的teammate 去tap我的teammate 因为我30分钟就够了 我不可以再拖了 蛮大了 不想真的不想下手下去 真的很难下手 下手了我就很内疚 已经接下来的再煮 我已经没有信心再煮了 他还跟我讲 他没有杀分 我就问他 你做中餐 有没有可能一条生的东西都没有杀过 杀鸡 杀鸡 杀鸭 因为不都不是进攻我的手 所以我是 是碰掉罢了 也不知道怎样帮他 因为他是我对手 觉得 那东西还很可怜 他一直望着我 我就不懂要怎样办 好像讲 不要杀我啦 不要杀我啦 我觉得那个意大利餐 真的是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 外面最多只是吃下 现在看到这个 芝麻 根本没有接触过 还有那些被迪法 那些真的是没有接触过 芝麻 芝麻 然后用水 煮到鸡蛋 煮到鸡蛋 我意思是煮到鸡蛋 那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做鸡蛋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会煮到鸡蛋 你怎么煮到鸡蛋 煮到鸡蛋 你怎么知道 好 你要知道 肉在那里最多的肉 好 你要明白了这个道理 开鸡蛋 有時間嗎? 好 再穿上去 好 再穿上去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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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的西餐我有煮过 我想应该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煮的一道菜 我借我多一个五分钟就可以完成了 番茄我先烫开 过后我再取出它的皮 我自己吃的味道我也不懂是不是那个味道 我吃到不会很咸不会很乖乖这样我就上盘了 咱们一天就要死了 咱们一天就要死了 这道菜我花了33分钟的时间 比我想象中的菜 剩下大概有25分钟给我 我觉得是应该刚刚好够用 一道菜的菜 你表面上是看很容易做 不过那个背后的准备工夫是需要的 你要平常做 你才可以拿到那一个 完美的状态 他有很多potential 因为我看到他使用这个食材 这个技术 是很快的 他知道什么他做 他只需要一个比较教练 一个比较教练 好 时间只剩下15分钟 我现在在准备着 这个是我的French Peek 这个我要把那个蛋过皮 然后可以开始切那个蛋 如果真的没有办法 你必须要改良一下你的菜式 无计于什么都做不出来 谢谢大家